我講一下我自己是68歲 差不多70歲 但我可以一晚睡8個小時 7個小時 這個是神的恩典 我現在講講怎樣的方法 建立健康的大腦和良好的睡眠 以防止未老先衰 我們不能防止衰老 大家都會衰老 不過未老先衰 讓我們能夠健康 我可以打球 我可以打網球 我可以打很久 同樣可以很有體力 還有我講話的聲音 人們聽我在電話講話 他們說你覺得好像年輕人一樣 因為神真的給我這種力量 神的同在是很大的祝福 首先講一下現代人 為何這麼多睡覺問題 因為他有很多情緒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是很不開心的 我這次又不是專注講情緒 最可能有一次我可以講情緒 如何處理情緒 這也是另一個很大的題目 因為現代人很多人靠刺激來得滿足 玩手機 看電視 隨時都是低頭一軸 總之經常都很懶惰 很多激氣怒吵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周圍這個社會 都是很多人很怒氣 很多怒氣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憤怒 所以也尋求刺激 不斷都要找刺激 在車上一陣都要看電影的有些人 先講這件事 解釋到原來人太繁忙 是會造成份夠不好的 傳道書五章三節 來個經文我們一起讀 事務多就令人做夢 言語多就顯出懸悔 就是七節 多望我多言 其中多有虛幻 你只要敬為神 這個講的就是事務多會令人做夢 就是說 很多事做很多事就很繁忙很緊張 人人都會繁忙 不過夢都有兩種的 有些夢是比較平安的 有些夢是經常被人追 很害怕 有些人在發夢會看到鬼 就是一些很恐怖的夢 大家想想 你的發夢是怎樣 其實你發夢的情況是顯示你的內心世界 你的潛意識 有機會我們都可以說潛意識 這個潛意識就是潛伏了 但這個潛伏了 你不要以為它不出現 它是會出現在你的夢境 和在你的說話 在你的平靜生活會出現 原來很多緊張的事 就會令到這個人有很多的夢 你發覺 不平靜的時候 反而夢是很頻密 和很急的 不開心的 這些就是它太多緊張的事 而講到這些多夢多言都是虛幻的 但我們敬為神 神就會祝福 好了 我們要了解我們身體有一種河爾蒙 幫助我們去在危險的時候 要保護自己 為甚麼呢 因為呢 危險的時候 譬如這裡有一個老虎 撲向這個人 這個人在他的大象上 我只是看網上看這個影片 哇 當日老虎撲上來的時候 這個人會不會緊張 他想辦法立即保護自己 或者你被人追 被賊老追 或者有甚麼危險 你一定要跑 你跑的時候 那些血就去了哪裡呢 去了你的腳 去你的手 讓你快點跑 就不是去消化了 所以一緊張 你發覺 立即不開胃 那些血就會離開你的胃 去了你的手腳 去幫你立即預防 但是呢 如果人一時之間危險 就會出這種腎上腺素 和另一種叫Cortisol的荷爾蒙 在緊張的時候 是正常的 不過如果整天都是這樣 那些人都覺得 哎呀死了 不知道怎麼辦 哎呀很煩啊 整天都是這樣的時候 或者有時候 總是要看一些新聞 看一些新聞 哎呀很激氣啊很激氣啊 那些人就整天拿來激 甚至電影我都發覺一件事的 我自己就不會浪費時間去看電影的 不過就是我家人看 我發覺一些電影 是喜歡誇張 怎麼誇張呢 有些什麼事呢 哭到不得了 為什麼又罵到不得了 你有沒有發覺 那些反應是比常人更加激的 那些人經常看這些 哎呀 為什麼會這樣 這樣就越來越緊張 長期緊張有什麼效果呢 容易心臟病 高血壓 長期的分泌就會有狂躁 低沉 消化不良睡眠問題 是很多問題 那所以呢 我們盡量的人呢 平靜安慰 是更加好的 以及親近神 而且神呢 很特別做一件事 在我們身體裡面 有很多種的荷爾蒙 這裡有幾種 其實不止的 這四種 那這四種荷爾蒙有什麼作用呢 是令到人舒暢平安 是很重要的 那這種荷爾蒙是什麼時候出呢 你輕鬆才出 因為當你緊張要做事的時候呢 或者譬如有危險的時候呢 你的身體要需要多一點力 才出到這些荷爾蒙 那身體就不會出的 出這種荷爾蒙 是當你平靜了 看靜的時候 身體就會出這些荷爾蒙 這個也是神特別的設計 原來當我們平靜的時候呢 身體就不只是中立的 而是它會做一些好事 幫助我們身體 就會出一些令你的人開心啊 舒暢啊 大家可以試一試的 現在黑了眼 深呼吸放鬆的人 你試一下 黑了眼放鬆的人 你最好也可以想著耶穌 你會想著耶穌 耶穌真是好 放鬆的人 深呼吸幾下 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種舒服的感覺 其實人的身體有舒服的感覺 可以開眼了 有幾個有舒服的感覺 其實呢 覺得有種舒服的感覺 這個就是出這種荷爾蒙 原來我們的身體 當我們平安輕鬆 那些血液更加混合 那些神經更加舒暢 也都會出一些開心的荷爾蒙 就是令到你整個人會輕鬆的 當你有這種荷爾蒙的時候 有什麼後果呢 下面要寫著 一起讀 開心 舒服 健康 減壓 好睡眠 心靈更加健康 而聖經也都講到 針眠17章22節一起讀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尤其賽書三 三十章十節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這句話呢 喜樂的心是良藥 那開心怎麼會是良藥呢 因為當我們開心的時候 身體就會出一些健康的荷爾蒙 令到你身體更加健康 還有呢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為什麼呢 當你平靜安穩的時候 你的人就會出一些健康的荷爾蒙 你的身體就更加得力了 更加有力量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神做了我們這麼特別的 所以呢 多些平靜安穩 就不要有空 就慢著看電視啊 慢著看手機啊 有些人經常都看 還有開了一些聲音 經常都叮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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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經常都是 全的訊息 那些訊息友好的時候 都不是緊急的 我就全部把它關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收到 都是未必有重要性的 我內宗才提一次的 好了 我們要明白這個睡眠周期是非常重要 原來 年輕的人 這個是年輕人的周期 是每個半小時有一個周期 那這個周期呢 這裡我用手指指給大家看 這個淺睡 淺睡 淺睡 入睡的時候 然後呢就到深睡 然後深睡 然後深睡回淺睡 然後有一個叫R.E.M. 因為R.E.M. 中文就譯做快速眼 動眼期 就是那個時候呢 那個眼呢 在裡面很靈來靈去 那時候其實就是在做夢 在想事情 其實兩個都重要的 這個深睡的時間是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原來就是修復身體 當我們睡覺 因為身體用了很多細胞 很多需要修復 還有呢 我們會出一些細胞 是因為呢 因為輻射的緣故 還有因為呢 人類犯罪的緣故 這個社會有很多問題 這樣呢 就造成人的遺傳因子 已經不像神創造的時候 那麼健康的 那有什麼效果呢 我們每一日 那些細胞要複製 複製很多的 就是百億個次數的 複製的過程 就會有些複製錯了 複製錯了呢 所以呢 就需要身體的細胞 把它吃掉的 要不然呢 那些可以變成癌症細胞 所以身體呢 是要在這個深睡的時候 做一些新的細胞 還有將複製錯的細胞 吃掉 讓那個人呢 可以健康 這個所以深睡是非常重要 而你發覺呢 在初初睡覺的時候 是深睡多的 就是剛剛睡覺的時候 深睡長一點的 後面呢 是越來越小心睡 因為為什麼呢 在起初的時候 就修復身體 好了 那REM有什麼用呢 這個快速凍眼期 這個快速凍眼期呢 就是處理情緒的 就是說呢 將我們入口所發生的事情 那些不開心的事情 在腦袋裡呢 就會去處理 那你發覺呢 一件事 譬如你晚上一刻 吵架完 最好就不要吵架了 我都可以說一些 如何處理人的問題 譬如你晚上吵架 你睡醒一覺 是沒有那麼激氣的 原來睡覺的時候 是會將我們的情緒 處理的 就是這個動眼期 在這個動眼期的時候 如果你有情緒不好 它可能呢 你就會發一些夢的 但是這些夢過了 人是會平靜些少 但是呢 每天都是吵架 那你就 始終平靜 都不會平靜得很多的 大家會發這件事 如果你剛剛有些 很激動的發生 你有沒有發覺 一睡覺 立刻發暗夢 有沒有發覺這件事 不是等到很晚的 不是等到很久的 是一睡覺 立刻發暗夢 就是說呢 在你當我們 這個情緒不好的時候 這個心碎的時間就沒有了 就會很快去這個快速動眼期 因為那些情緒要處理 它就會很快去到快速動眼期 去處理這個情緒 所以原來長期有情緒問題的人 他是會少了這個心碎的人 如果中間有些人 你是長期有情緒問題 你會發覺你睡覺很快 立刻就會發暗夢 還有你看一看 睡了一個多小時 就已經發了這麼多夢了 原來 但如果你平時的時候 你是會到下半夜才會發夢 那就是說 顯示那個情緒不太好 了解這個過程 有些重要性計 大家如果要留意 如果你的晚上有個鐘 是會有光的 但晚上最好不要太光 最有光的 你會發光 你睡了 如果你是年輕人 你會睡一整晚 這是福氣 因為身體的身體 何義無重 是健康的 但多到大一點 你可能一個半小時就醒一次 就是剛剛這個循環 在這個動眼期之後就醒了 然後呢 一個半小時又醒一次 如果好一點 可能兩個小時加一個 三小時才醒一次 那又好一點 即是說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知道自己的睡覺 是不是更加健康 好了 年輕人跟年長有什麼分別呢 下面呢 就是這個年長 而沒有那麼健康的 你發覺 哇 很頻密 是不是 那個循環呢 是很頻密 一晚很多次 是很少心碎 那 就因為 他的身體已經可以不健康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呢 是會 即是更加難修復他的身體的 那我這樣就是主 我雖然六十八歲 但是呢 我依然呢 我知道我的循環依然是過半小時 不像這些那麼頻密 這些真是很頻密 那如果 那些長者 你發覺他呢 真是很容易 很快 又會再 再醒 那樣的 整晚都醒 好了 另外人體有 另一個時鐘 就是這個 黑夜的時鐘 到黑的時候 我們就會 分泌一種 退黑素 這種退黑素 很重要 令到我們能夠睡得好 到日後呢 這種退黑素 又會 減少 或者 很少很少的 根據這個時鐘 來睡覺 是很重要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身體 另外有些時鐘 是修復的 譬如現在睡覺 通常是十一點過後 就是開始修復肝臟 然後修復其他的內臟 有些人呢 整天喜歡晚上 就看那些短訊 看電視 看得好夜好夜 那有什麼後果呢 那個後果就是 他的睡覺 不跟到的時間 還有如果大家 譬如有些 回到夜間 日後才睡覺 你發覺睡眠 是好像睡了 都很醒的 而且睡了 那個日後 都很猛的 就是因為 日後的時候 這種褪黑素 是會很少的 所以他睡得不好的 所以 盡量是早睡 是健康的 但是年輕人現在 很多的習慣 他有時候 磨到要夠夜的 磨到三四年 五點才睡覺的 有些年輕人 其實這個習慣 是會影響他一生 他雖然年輕的時候 他覺得好像沒什麼 但他是把他的身體消耗 他更加快睡龍 而當我們年紀 稍微大的時候 更加要小心 因為我們身體 只有一個 當我們身體衰敗了 是很難回頭的 是很難 所以保持身體健康 是比醫治更加重要的 可能有些人說 糟了我已經差了 怎麼辦 我們會提議一些方法 如何去幫助我們 好了 現在說回深睡的時候 有什麼做呢 就是修復 每天死去的數目 有多少呢 七八億個細胞 你看看那裡 七之後有十個零 然後就產生一千億個 防疫細胞 就是後面有十一個零 之前那是十個零 一後面有十個零 這麼多的防疫細胞 原來我身體裡面有很多這些防疫細胞 用來抵抗疾病的 然後清理千萬隻變種的細胞 然後清理腦裡面的殘餘細胞 對不起 這裡 如果不清理的時候 可以變成癌細胞 為什麼有些人有癌症呢 多數有癌症的人是不開心的人 大家有沒有發現 是他不開心 令到他不能清理那些癌症 即是開始變壞了細胞 所以越開心的人呢 他的身體越健康 所以我們呢 能夠親近神 又處理生命 整個人健康呢 那我們的整個生命就會更加好 好了 還有呢 我們的老細胞 這是老細胞的神經 就會有一些殘餘的蛋白質 在那裡 那因為呢 它傳電的時候 就會有少少的 剩下一些渣彩 那這些渣彩 要怎樣清理呢 就是當我們心碎的時候 如果沒有心碎的時候 沒有心碎呢 整天都不開心 整天都吵架 整天都被人罵 不開心 就處理不了 就會積聚很多殘餘的渣彩 有什麼後果呢 就會很快有老人癡外症 老人癡外症 一會兒我們會講的 很明顯看它 很快已經失憶 身體很多功能 已經很快退發 眼睛看起來 蒙茶茶 我感謝神 有些人 有些人 就算我弟弟妹見到我 都說 為什麼你不用戴眼鏡 看得到這些細緻的呢 我真的到現在 我都不用戴眼鏡 看細緻的 原來當我們愛神 神就會祝福我們整個生命 好了 有什麼影響睡眠呢 睡覺前看電視和手機 其實到晚上 鄉村人 他也好 以前我小時候 我住過在粉嶺 一年多 到晚上 沒有電燈的時候 我是用油燈 可能大家覺得 有這樣的時代嗎 那時候 一到晚上已經很想睡覺 其實是最好的 跟夜晚的時鐘 一到晚上就已經睡覺了 其實是最好的 因為很多人在晚上看電視和手機 他不能夠處理壓力 這個東西是可以學到的 我將來都會講一下 如何處理壓力 情緒化 睡覺的時候 不能這麼想 有些人睡覺 哎呀他真是壞了 哎呀他這樣罵我 哎呀他又借此人還 哎呀他又怎樣對我不好 你一循環想 你發覺是不停的 是 所以睡覺呢 你一想這個事情 一會會教訓 站起來 祈禱 盡量 那腦就是想著耶穌 上床 那些壞人 你玩那麼想他 你越想就越不開心 你越想你自己就越多事 越多事 你自己受苦 那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那些事想了怎麼處理 就放手了 盡量就是想著耶穌 還有上床之後 越盡量放鬆的人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 如何放鬆一下 因為很多人想著 整天睡覺又想著一些不好的事 還有小蟲神得力 不要說信靠耶穌得力 還有吃不健康的東西 很多那些不健康的食物 很多人就 有時候就被迫啦 就是上班沒有辦法啦 但是可以的時候 順量吃健康的東西 那 例如其他一樣東西 很多人不知道的 原來菜是越生越好 越生越好 如果有些菜是健康的 是有機的 甚至可以不用煮的 就這樣生吃都可以的 還有每天都吃生果 還有一種叫 Cheer Seed 奇亞種子 如果你們有興趣 等一下你們可以跟我詢問 我會講一下 在哪裡買到 因為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些種子 浸在水裡 它就會在十分鐘至半個小時 就會發達 十分鐘左右已經可以了 那你浸在這條泰爾腳 發大呢 放鬆 它就會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 平時我們要靠吃 水果或者是沒有煮過的菜 就會有這些抗氧化的功用 但是這種的奇亞種子呢 你浸了水 它就會 即是可以吃得 即是那些抗氧化的功用 即是那些抗氧化的功用 即是你可以保持它新鮮 那些種子可以買兩三年都可以的 那你可以買了放在家裡 就不會放兩三年 你可以買幾個月就已經夠了 那你就每天都有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那人是更加健康的 那還有很多人晚上睡 我們盡量 11點之前睡覺最好 還有咖啡、酒和很多種藥物 都對睡眠是不好的 最好保持健康 以至不用靠藥物 你真的有病你要吃藥 但是如果你又不照顧身體 只靠吃藥物 譬如那些新聞也有說的 這不是那些新聞 那些廣告 你夜睡了 你吃那些什麼保肝那些藥物 你吃了就可以喝你夜睡 這個是錯誤的 即是它可能有些幫助 但是它始終不能夠 好像你最健康的方式有這個幫助 夜睡以後靠這些藥物 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還有安眠藥 一會兒會說安眠藥 其實安眠藥是不好的 不過有些人真的睡不到 就要用 但是越用得多安眠藥 是越多的問題 還有小運動 這些都是造成對睡眠有幫助的 好了 缺乏睡眠或者不按時睡眠有什麼後果呢 左手邊情緒化 它越來越猛躁、怒躁、很難相處 變成沒有什麼朋友 失憶 現在你發覺 什麼都還沒老 都忘記了 哎呀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什麼都忘記了 這個是失憶症 反應遲鈍、反應慢 如果運動的人反應會快些 做錯決定 買了一些不應該買的東西 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東西 經常在罵離婚 做錯決定 或者過重了 通常過重的人 就是他不懂得保持身體健康 他睡得不好 還有容易傷風的 你有沒有發覺 有時一晚上晚上睡 立刻那晚就懶惰了 容易傷風了 還有容易有癌症 老瘦 細胞被破壞 容易老人痴癌 然後腸胃問題 不消化 吃完東西之後 就消化不良 那我就有一種叫做小蜜草 這些又不是藥物 我先說這個其他種子 是食物來的 是神造 神造的食物最好的 那這個小蜜草 也是神造的 你自己種就最好 如果你自己不種 買一些丸 我可以介紹 這些完全不是我的生意 人家的生意 不過是健康食物 那我就發覺我以前吃完飯 覺得有些好像有點累 坐著一段時間就好 那我就吃了這隻小蜜草的丸 因為有人介紹它可以有抗癌 或者是減少癌症的抗散 那我來說是預防的 我發覺吃了兩三個禮拜開始 已經吃完飯 那胃沒有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就是它可能排毒 和你的腸胃通暢 其實吃多些 其他總之認有一樣的好處 就是它有纖維質 幫你的腸胃清 那你的人就會腸胃更加好 而且睡得不好 會容易有糖尿病 心臟病 中風 痛症 我想大家都不想這些 原來睡得不好是很多後果 所以那些年輕人 他們夜睡真的帶來很多問題 那這就是講殘渣 左手邊就是健康的腦細胞 右手邊就是不健康的 就是有很多這些蛋白的殘餘的蛋白 就造成那些腦神經不能夠傳遞訊息 所以就變得容易有老人痴癌症 好了 我們的腦是很特別的 神祖的腦是極度奇妙 那麼我們怎樣保持腦的健康 現在這一陣子呢 我們會講到腦的健康 大腦有1000億個神經細胞 有多少個呢 數一數是有1加11個0 這麼多個神經細胞 而每一個神經細胞可以接觸 一萬個其他的神經細胞 而每一個神經細胞 有很多個連接點是10 後面有15個0 而人的腦可以儲存1個TB 如果有些人經歷我婆婆 一個TB TB就是1000個Gigabyte 如果你懂電腦 你就知道什麼 而有些人可以強一千倍 當他多用腦 但用腦的意思不是玩 很緊張那種用腦 而是思考但也有休息 就是建設性的思考 是不緊張的 建設性的思考 那腦運作慣的 美國圖書館是怎樣呢 只有10個TB 就是說我們人的腦 可以儲存給整個美國圖書館 更加多的記憶能力 而腦很厲害 只是用20W 20W的燈膽是不光的 20W的電就已經可以運作腦 你說腦是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 而腦是不斷可以擴展新的線路 就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我們學會一樣東西 從小時候開始學走路 小朋友開始學走路 和學講話 都是有些新的線路 學了 小朋友懂得走路 初頭走得不太好 後頭走得越來越好 就是他學一些新的線路 人如果越多新的線路 就越健康 所以越學多些東西 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到二三十歲 一結婚 只是每天做什麼呢 有些要上班也好 有些沒有上班 每天就是 煮飯 吃飯 照顧孩子 循循慢慢 做來做去都是同一樣的事情 這樣的時候 他的腦是沒有什麼需要思考 他也不喜歡思考 這樣的時候 他的腦就很快退化了 因為他不需要用 他身體就會這樣 省力就會把那些不需要用的細胞 吸收了 那些細胞會消失 老細胞是會消失的 但是當日用多些腦去思考 譬如學一些新的語言 學一些新的技術 無論什麼都好 其實你上網有得學 你去社區中心有得學 去做運動 這些是會令到我們的腦 更多新的連接 這個人的思想更加純潤 像我這樣 在我這樣的年齡 很少人像我這樣 記住這麼多東西 還有我講到 我是可以很流暢的 這個就是因為 我的腦裡面是 從年輕的時候開始 多用了 我學過很多東西 多用的時候 變成腦的神經 就保持一種速度 有效的速度也都在平穩安靜之下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保持腦的健康 但是願意 這裡拍下一個圖 改變是大腦的天性 這本書來的 然後腦越是 學多些東西 它就會越能夠改變 就是人的腦是很厲害的 到臨死都懂得學東西的 不過當然學得沒那麼快 但是它都可以有新的線路 但是很多人是不學什麼的 真的會肯學東西的人是少數 你想保持健康 你學多些東西是越好的 不過這樣的人是少的 因為為什麼呢 多數人喜歡一放工回來就躺在那裡了 或者有些人沒有上班 由早躺到晚 每天就看電視 那些全部是人家灌輸給你的 那腦是不需要動的 還有我們的腦電波 可以幾個方法 BAT BAT 又有一個加個D BAT BAT 就是蝙蝠 原來我們的腦電波 BAT是什麼呢 B 就是正常運作的時候 繁忙的時候 就是BAT 然後Alpha 就是你很平靜 就是在那裡 躺在那裡 探頭 輕鬆 那時候就是Alpha 然後Theta 就是快睡著覺的時候 然後Delta 就是睡著覺 心碎的時候 好了 這幾種腦電波 有很重要性的 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BAT 這個人就會 即是他沒有什麼活動 又是會退化的 如果一個人沒有Alpha 經常由早到晚 緊張到睡覺 他也會有很多問題 那麼我們呢 即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有BAT 是有繁忙的時間 弄老的時間 我們都需要有Alpha 平靜的時間 也都需要有Theta的時間 Theta的時間 除了你快睡著 和剛醒的時候 你都要安靜祈禱 一直想著耶穌 就會有這個Theta的時間 Theta的時間很重要 你當時那個心態 就會入前意識 就是前意識的改變 就是在Theta的時候 你越多平靜的時候 你就越是那些正面的思維 入去你的腦的前意識裡面 如果你沒有這個時間 那你就會有什麼後果呢 你就會經常都是緊張牢草的 所以我們呢 越是有一些Theta的時間 那個人就越是平靜 越是前意識連康的 好了 那麼有很多人不學東西 結果呢 後果呢 就是很快就不能夠集中了 很容易發生氣了 學不到東西了 我們跳一下 好了 微老先衰就是很難集中 思想有花園 你跟他講話 他騰騰鑽谷花園 不知說了什麼 容易情緒化 善亡 還有你看這個樣子 你看這個人的樣子 你看他不健康的 你看到睡覺健康的人 的樣子是不同的 睡得不好的人 又無緣無故會害怕 幻覺幻象 亦都容易被邪力攻擊 容易鑽牛角尖 容易固執 那怎樣可以 我腦更健康呢 這個講的就是 睡眠質素好 處理負面思想 即是有負面思想 不用放在心上 不要介意人 他罵你 罵完你的話 在空中已經消失了 但有些人就抓住 那些話 整天想 你不想呢 當他沒有 他說你蠢 那是不是你馬上變了蠢呢 他說蠢 他就說得夠了 轉身走去 讚美耶穌 很開心 這樣就不受影響了 即是說 越是這樣的時候 那個人就被 即是 不去想他那些 不要吃垃圾 就不會那麼容易 微腦先衰了 還有更加 有盡量多創意的思想 有運動 有陽光 是很重要的 不要經常都 一有陽光 只要單一把傘 每天曬一下 需要曬一下 輕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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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來我們的聚會 還有我經常教人 怎樣開開心心 經常都數算神的恩典 你就更加開心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 我們不能夠時間 去講那麼多了 我們只是講一講 就是說 在神裡面怎樣有平安 就是十四天十六篇 第八節 一起讀 我將陽光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知遙動 因此 我心歡喜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就是 親近十五個人 心歡喜的靈快樂 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我呢 就 有本書叫做《輕鬆得性》 快要出的了 已經寫好了 那就再執 再看清楚 檢查過了 那就會印的 已經被印刷傷了 那呢 這本書就講到 怎樣活在神的愛中 享受神 處理生命 所有的垃圾 不好的東西 還有呢 怎樣發揮我們的生命 去給神使用 能夠整天有平安喜樂 又能夠祝福別人 那如果你有興趣 你繼續找我們 你可以問我們 這本書出了沒有 還有呢 我每個禮拜日 下午 除了第一個禮拜之外 下午 是有一個 使用粗年課程 由 現在這段時間 是查經的 就是這個地方 兩點到四點 下午 除了第一個禮拜之外 每個月 那你呢 也都學到這種平穩安靜的生命 那個人輕鬆鬆 還有你見到我呢 你都可以 請我為你祈禱的 好像 我為這個姐妹祈禱 那他真是 他人就睡得好 我也都教你 怎樣祈禱 可以得到平穩安靜 那這一陣呢 我用彈琴 幫大家 學 放鬆 放鬆有很多種的 怎樣放鬆呢 那你普通不動 那怎樣放鬆呢 但是再鬆一點 有沒有試過 學過再鬆一點 那你現在坐在那 鬆一點 再鬆一點 再鬆一點 再鬆一點是會舒服的 那這一陣 我想大家呢 站起來 站起來呢 一直想著耶穌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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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詞在唱歌 但你唱歌 可以繼續黑眼睛 你要看到 我的心 被我寂靜 變成 再一陣 平穩安静 一陣 平穩安静 无畅断过 乃滴爱子 再看我真 地坏座 我的心 平穩安静 主耶稣帮助我们更加放松的人 更加平穩安静 放下烦恼重担 那些不好的人不用一直去想他 不用一直去挂着那些不好的事物 我们就耶稣帮助我们 你让我们平穩安静 轻轻松松 耶稣在爱我们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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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愛我 主耶稣愛我 有聲言我受過 大家有沒有覺得平安輕鬆一點? 真是很好 原來跟著神的音樂去默想神 我有些詩歌 你有興趣在網上找葉牧師 有很多我的詩歌 有很多教導 找葉牧師便找到 我有一個祈禱的錄音 你將我的WhatsApp給我 我可以傳給你 還有一些食物資料 你都可以寫下 如果誰有照片 收到我的資料 可以傳給你 上午11時有熟拜 下午兩點鐘便有 適奉操練課程 可以幫助大家和神關係更加好 人更加得意志 得平安 得輕鬆 大家想不想? 活得輕鬆 我們都輔導很多人 如果你想可以約我時間 我們可以幫助你輔導 讓你處理內心的問題 讓你睡得更加好 在這一陣子 我們完結後 如果你想的話 我們可以為你祈禱 當中有沒有人在這一陣子 你說 我真的想耶穌幫我 救我 醫治我 現在的情況 有幾個想 可否舉個手 向耶穌 你叫耶穌 我想 你需要耶穌去醫治你的 安慰你的 或者拯救你的 有沒有人想 你想的時候 你可以向耶穌說 耶穌求你幫我 求你幫助我 求耶穌幫助我 向神 舉個手 神叫你幫我 我需要你 求你醫治我 更新我 拯救我的靈魂 將永生賜給我 多謝天父 祈禱奉起耶穌聖命 阿門 大家歡迎 你可以留下資料 我會將 我先說的資料傳給你 亦都可以將這個 PowerPoint傳給你 你可以將那些圖片拿出來 亦都是買的 健康食物在哪裡買 我是可以告訴你 祝福大家 了解 風營 的 為生 你